哈喽哈喽,我是他讲 今天我们要来讲 舔掉170亿日元市值 寿司狼的金法少年恶搞案 金法少年的所作所为 有多没有卫生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影片了 在日本大家把这件事称作 寿司テロ テロ指的是terrorism 就是恐怖攻击 意思就是说 金法少年做出的这些恶心的行为 就好像恐怖分子发动的暴力攻击 短短几十秒的影片 就造成大规模的社会不安 让连锁上市企业蒙受巨大损失 英国卫报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 也是用Sushi Terrorism来形容这件事 报道内容中 金法少年的影片 也被他们称作 最凶恶餐饮犯罪影片 案件爆发之后 寿司狼的股价从原先的 3015日元 跌到了2870日元 换算成市值 就等于是损失了将近170亿日元 但是呢 重点来了 尽管如此 尽管影片的内容如此凶恶 寿司狼的股价依然在一周的时间内 就完全复活 不仅复活 他还快速飙涨 他长在做这支影片的时候 寿司狼的股价已经涨到了3500日元左右 日本寿司狼的店里被客人挤得水泄不通 排队排到天荒地牢 今天他长就要带大家一起来看 寿司狼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扭转劣势 他化为继维转机的关键在哪里呢 金法少年的影片在各大网路平台上迅速扩散 群众们纷纷留言表示 不敢再去吃寿司狼或回转寿司了 寿司狼迅速把握状况 在两天后发出了正式的声明稿 表明会追究到底 将会从行事与民事的两面去严正处理此事 这时网路上的声浪分成4种 第一种就是开始肉搜少年的寿司键盘侠 第二种就是好恐怖 不敢再去吃寿司狼回转寿司的普通群众 第三种就是我这种 哦又来了早就习惯了啦 没有什么太大兴趣的族群 最后一种就是 很快就注意到寿司狼真的很衰 明明没错还要蒙受损失 特地起来帮寿司狼讲话的人们 这些人之中有一个人反应很快 那就是拥有404万订阅 超大型YouTuber的DJ社长 他发起了救救寿司狼的活动 活动影响非常正面 符合社会潮流迅速的扩散 并且登上了推特的热门话题榜 同一时间 就在救救寿司狼的话题热度最高的时候 寿司狼的官方推特账号也发生了 本来以为内容是会借着这一波 赶紧针对失去消费者信心的人群们 继续强调安全卫生 结果一看 发现是寿司狼社长本人亲自庶名的 简短谢词 他写说 受到各界的加油打气 心中满满的感谢 令我差点落泪 为了安心提供美味的寿司给大家 我们将会用尽全力做我们所能做的 社长突如其来的这条推特 在一周以内得到了44万个赞 和7万以上的转推 差点把社长都弄哭了的 救救寿司狼的活动 反应极佳 从大众到小众 从网路到电视 主动参加活动的公众人物越来越多 也吸引了大量的民众积极响应 而寿司狼的官方账号也在推特上 一一回复大家的声援推特 回复数量达上百件 场面可以说是一片和了 而另一方面 金发少年则是陷入了仇云惨物之中 除了要面对韩颂法办以外 少年的本名住址照片等个人资讯也全部都被挖出来 少年的父母亲在媒体上含泪泄罪 就连亲戚朋友们也遭到鱼池之殃 部分网路报名甚至还照三餐打电话去少年就读的高中表达抗议 最后少年选择了自主退选 事件发生10天后 话题已经过了巅峰期 而寿司狼又有了新的动作 寿司狼宣布他们即将会举办连续5天的全面九折活动 以表达对社会大众的感谢 同时他们也声明尽请大家避免做出直接伤害到案件相关人士的言论或行动 事件发生后 所有的寿司狼店铺一座难求 这几周他讲为一直想要去吃一下寿司狼 但无论去到哪一间全都刻满 至今还是没能吃到 事件发生后将近一个月 现在金法少年的影片话题度已经寥寥无几 但是寿司狼的股价品牌和他与群众的连结都已经更上了一层楼 寿司狼就将把公关危机转换成了史上最划算的行销活动 这几年在日本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恶搞事件 但这次寿司狼的结果却让大家都出乎意料 会这样圆满收场 该说是寿司狼运气好 还是他们真的手腕过人呢 寿司狼影片延上的几周前 1月9号 哈姆寿司也爆出了乱放芥末在别人点的寿司上 这种真的有够无聊的事件 同一时间还有另一支影片 是一位客人用自己的筷子去夹输送袋上别人点的寿司 直接给人家偷吃掉一个 当然影片也是被疯狂转发 引发民众们的强烈谴责 但哈姆寿司却一直没有动作 一直要到两周后的1月24号 日本媒体直接去访问他们家公司 他们才慢吞吞的说 其实那个乱放芥末的客人有打电话来道歉 但我们决定不原谅他 正打算要去报警立案 葬寿司同样也是在今年的1月24号 爆出了客人伸手去拿输送袋上的寿司 然后又故意给他放回去这种 恐怕是生活太苦闷才会做得出来的无聊行动 因为之前已经有了哈姆寿司的案子 所以影片爆出后隔天 媒体就直接去访问到葬寿司 他们说 我们发现这是4年前的影片了 我们当然觉得不能原谅 正准备去找警察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这两件沿上事件就指到这里 没有办法再找到更多更新情报了 这两间公司都是只有在媒体受访的时候 表明一下态度 并没有发出正式的声明 或是有更多后续的活动 葬寿司事件的5天后 寿司狼的金法少年事件就爆发了 如同我们前一段讲的一样 寿司狼在两天内就在自交网站上发出了 内容严谨的正式声明 声明稿中直接公布了事件发生的分店名 所在未知消毒措施 以及为防再度发生的具体卫生对策 同时他们也宣布已经报警 虽然已经有跟这位少年见到面了 但少年的道歉 我们不接受将会全力追究 寿司狼在短短的两天以内就讨论出了对应方针 并实际诉诸于行动完成报警手续 并且他们也将这些都做成正式的书面 不等媒体上门就直接积极的对外表明他的被害立场 同时寿司狼也在声明稿的下方贴上了两个联络方式 一般这种声明稿都会贴上为媒体准备的特别窗口 但寿司狼这次还特地争设了针对此事 为一般民众开设的联络窗口 我们可以看出寿司狼在处理此事的迅速 果断与勇敢 像寿司狼这样的巨大企业要公布正式文书 甚至采取法律行动都需要设内一大堆人的印章 一般会需要花上很多的时间 但寿司狼只花了两天就将一切整理的井井有条 而且他们也不坐着看风往哪吹 就算对方是未成年人 直接就是坚定立场 火速报警 明知道肯定会有很多抱怨或是无聊的骚扰电话 但却还是开设了针对一般民众的窗口 开诚布公的直接面对大家 寿司狼站在被害立场 不卑不亢地表明了他真诚又坚毅的信念 民众们主动发起 救救寿司狼的活动 也许不在寿司狼的计算下 但他的起头 也许可以说是寿司狼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 社长的挺身而出也很值得一提 日本餐饮史上这么多恶搞的事件 还真没有看到哪个社长直接跳出来讲话的 毕竟餐饮店这方是属于被害者 不是那种需要动用到社长出来召开记者会 为事件负责的案子 但这次寿司狼的新居社长 不仅直接跳出来与大众对话 他用的还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公式禁语 内容也很直接真诚地表明 自己感动得快要哭了 推特内文这些深疏的换行 让人觉得好像真的就是社长自己打字的眼 寿司狼判断精准 社长都将真情流露了 民众们怎么能不动摇呢 社长的挺身而出 得到广大反响之后 寿司狼不仅一一回复网民的留言 他还推出了为期五天 平日全面九折的回馈活动 虽然是为了感谢大家 但这其实就是寿司狼在行销上的乘胜追击了 寿司狼的动之以情战术在宣传广告中用的淋漓尽致 接着让他讲我拍手叫好 广告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寿司或是人物的照片 就只是一张像是新的海报 文案写说 很多客人直接来店里或是透过电话为我们加油 声援之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公司内部开会的时候 社员们期望能够将感谢之情以具体的形式回馈给大家 于是我们就一边参考全国所有连锁店店员们的意见 一边开始检讨现在的寿司狼能为大家做些什么 最后我们决定要回归我们的企业理念 美味寿司肚子饱饱 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 献给大家平日全面九折 平日全面九折老实说优惠幅度并不是太大 如果是平常的时候 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去响应 但他写的这样让人感动 把活动举办的意义上升成 在全国寿司狼工作的每位店员 期待能够报答大家的暖暖心愿 他们这么有心 我们怎么敢辜负呢 是不是要来去吃一波呢 至于17岁的金法少年 未能完成学业的他 现在在家里等待法律的制裁 很多网友都留言 要挖空少年的底 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 要让他付出数亿元的赔偿 让他用一生来为自己的恶行负责 这些言论让人不禁想 他犯的罪有重大到需要赔上一辈子吗 他真的就是这么坏 十恶不赦吗 还是说不是他一个人 只是刚好上一个世代 还没有智慧型手机跟社群软体而已呢 少年没有办法得到高中毕业证书 面对法律制裁之后 想必就需要以中错的身份 开始找工作 继续生存下去 只是他的名字已经遍布在网络上 很难想象他日后找工作会有多顺利 不过幸好也不是全都只有坏消息 主动发起就叫寿司狼活动的大型YouTuber DJ社长在他的影片中对少年喊话 他说不管人生怎么跌落到谷底 一定都能再次复活 你的人生并没有完蛋 如果你想要回归社会 我们公司随时都很欢迎你 你可以在instagram上发讯息给我 我们很乐意雇佣你 本期的会员福利会延伸这个主题 介绍与这次案件很相似的公关危机事件 唐吉科德废掉企鹅吉祥物 如何引起群情激愤 他们又是怎么平息大家的怒火的呢 频道会员请在福利专区播放清单 换右上角连接观看 下一支影片频道将会有中大告知 请喜欢他讲影片的朋友 按下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密切注意咯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